现在的政治焦点 首先要带您看 民进党立委李俊逸 就批评行政院长吴敦逸 说他选立委的时候 曾经提过提高老民津贴 但政策却跳票了 今天两个人在立法院护杠 而宋主瑜则是批评 这个金马体势 炮口是对准了金普聪 金普聪也提出反旗 认为说他横手分寸 绝对经得起公开的检验 好 另一方面 也要带您看就是 马总统向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下的战帖 说要就这个两岸的政策来辩论 而蔡英文则是反批说 马总统的两岸政策 有很多的模糊空间 要怎么辩论起 好 接下来就要带您关心 这是马总统呢 跟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下战帖 说要就这个两岸政策 进行大辩论 不过蔡英文今天也回敲了 她说呢 马总统的两岸政策 里头有很多模糊的空间 她不知道双方该怎么辩论 60多个社府团体齐聚一堂 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进行座谈会 就连马英九台北市长任内的 副市长白秀雄 也以社府理事长的身份出席 坐在蔡英文身边 敏感身份成的媒体捕捉焦点 蔡英文谈涉符滔滔不绝 被问到马总统要向他下战帖 辩论两岸政策 蔡英文给了软钉子碰 要不要政策辩论 蓝绿双方还没有交集 倒是民调已经呈现拉锯战 民进党竞选总干事吴乃仁评估 蓝绿民调误差在3%以内 等于决战胜负点就在关键30万票 而蓝营内部民调则呈现 马英九胜过蔡英文6个百分点 等于稳定领先70多万票 这让民进党集中策略 稳攻台中南投等区域决战中台湾 而国民党则是固守中台湾 决战南台湾 选择闹鼠蓝绿不只要稳固基本盘 更要拓展选票 三新闻综合报道 至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跟副手林瑞雄 这几天在拼连鼠 同时之间他们也已经拍好了选举的定装照 有休闲的装扮也有专业的风格 带您快来看看 亲民党宋林沛竞选定装照出炉 风格大不同 这张宋楚瑜和林瑞雄穿上休闲Polo衫 做亲民打扮 另一张打上喜气红领带黑西装 打造专业扮相 就连拍摄手法也不一样 幕后操刀的摄影师赖月中 擅长捕捉人物个性 拍照资历超过25年 兄弟正是前亲民党发言人赖月谦 宣布参选时打扮比较随性的林瑞雄 在他镜头底下多了书卷位 更有亲和力 这些照片他其实都不是说 来严肃一点 前进一点 他不是这样子 他是很容易的 宜然自得 换个场景挺送连署继续进行 这里胜绿社招牌底下 摆出局营连署旗帜 独派团体 台湾国连线不避讳 也要帮宋楚瑜拼人气 茉莉花革命 这个就跟我们前总统李登辉 弃马保台的大战略是一样的 集合所谓缓马的势力人 来让现任的马远九总统在明年 绝对不让他再连任 连侵律阵营也加入战线 亲民党禁械不敏 下午马上下令车站 谢绝好意 太明显的这个政治色彩 去这个截上边 以免说这个造成民众的混淆 或者是别人恶意的攻击 联署车站 亲民党显得谨慎保守 一步一脚印 力拼联署破百万 三级新闻 王燕俊 郭大轩 台北台中 众文部导 好 忙着联署 忙着拍照 同时也忙着开炮 这是宋楚瑜接受了媒体专访 他批评国民党现在的金马体制 他说党内的决策权 怎么可以集中在少数几个人的身上 炮口是明显对准了金普聪 而金普聪他也提出了反击 他说呢他谨守分寸 有人质疑的话就请拿出证据 他绝对经得起公开检验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接受三立独家专访 透露参选不为别的 就是冲着他来 我现在我们在冲的 我不是在批评国民党这个党 我是对于现在的金马体制 对不起 好像外面说是马金体制 刻意把马金讲成金马 言辞中暗示金普聪的意见 凌驾一切 国民党内的决策权被少数人垄断 这样子的一种办法 是根本不符合当年 我所热爱的那个中国国民党的 基本精神 主权在少数几个人 你看看现在重大的决策 有讨论过吗 公开批评金马体制 宋楚瑜炮火很猛 不过金普聪简单回应 也很不客气 不论是任何人 只要提出一些说法的时候 都能够具体的列证 因为我自认谨守分寸 愿意接受任何检验 打口水战 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 不会是有好处的 对宋楚瑜发言 金普聪定调是政治口水 燃点还是不高 只是两人战火 暗潮汹涌 从假民调官司 到国民党内决策体制 持续延烧 3日新闻王彦军 郭代轩泰报道 彰化的国民党 及立委陈秀卿 他在任内病逝 而陈秀卿的支持者 就希望他的儿子 林一邦可以出马 不过国民党 最后却是提名另外一个人 让林一邦阵营 非常的不满 就痛批金普聪 没大没小 这形同已经点燃了 蓝营之间的内红战火 彰化县海线 包括河美 深港 县西 陆港 湖心秀水等乡镇长 代表会主席等重量级人士 总动员 相挺国民党立委 陈秀卿的二儿子 林一邦参选立委 高分贝对国民党高层呛响 陈秀卿不幸在镇内病逝 陈秀卿不幸在镇内病逝 是一般在扶桑的期间 所以不方便参加任何的选举的活动 所以虽然感觉委屈 但是也是充分尊重党的机制 还没有登记嘛 还算未违反我们的党记嘛 那我相信登记之后 党一定会有党的一个处理 即使地方人士反对党部坚持原案 掌划第一选局蓝营 挑起内讧战火 虽然局势看起来 有利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陈进丁 不过他坦言不能轻忽 因为选举没到最后一刻 仍有变数 三星位续数位 盘利文正后报导 好 还要带您看 就是民进党立委李军毅 今天他直询行政院长吴敦毅 说老农今天 为什么迟迟不能够加码过关 反倒是荣民的就养金 每个月增加六百块钱 难不成荣民比老农都还要重要吗 李军毅还拿出了2007年 吴敦毅在竞选立委的时候的文宣 他的证件上面有写说 每个月老农今天要加码一万块钱 如今他的政策宣告跳票 根本就是在欺骗选民 魏文经 魏文经跟调星有关系 立委李军毅止不住火气 民进党提案老农今天要加码一千 每个月发七千迟迟未能过关 但农民救养金早就每个月增加六百块 立委批评这是差别待遇 农民终身为国家去打拼 两样不要完全去比你的 制造我们国内社会的对立 没有 我就担心你这样会制造 你这样讲就在制造对立 我就是担心你在制造 人民调高有报理 因为他们对国家有贡献 农民都有贡献 但是状况就不同 吴敦毅强调老农津贴 该如何加码 执政团队还在演绎 绝对没有大小眼 但民进党立委依旧不买账 拿出四年前 吴敦毅竞选立委时的文宣 政界清楚写着老农津贴 每个月一万块 为何四年来 吴敦毅从立委到隔魁 还没能兑现 你自己对你的文宣 对你的选举支票 不犯章取义 你认识财政改善 你为什么不念 你为什么不念 这是选举的时候 同一个选区 你贵党的候选人提 要调高到这个数字 那我不提行吗 选举在即 马政府无内阁再度保证 老农津贴会加码 只是这证件 究竟是牛肉还是空投支票 三年多来选明心中自有答案 三连新闻 最后报道